哈喽大家好,我是游戏爱好九赫子 今天呢也是为大家说一下这个西瓜上的一师 是一师,不是诗人的诗 相信大家都看过了景木的视频 应该都知道是什么情况 虽然这个视频发出确实证人了他是搬运工 但是很多人都说要有证据才行 光姐说是没有用的 然间也发过了相应的评论 景木在视频中并没有提到证据 那么本期视频我就为大家找来那些证据 来对比他到底是不是真的搬运工 来我们先来说一下某印象的这个一师 某印象的一看就是一个搬运工 对比一下他们两个人的组业 后来我去上网搜一下这个闲宁在什么地方 大哥人家湖南,你跟人家正成个湖北 你搬运能不能有点职业道德 看过正版的一师的小伙伴 看一下现在这个一师一看就知道是假的 8月20日一师家里发生了一些账款 一师表明自己需要退给王一星期 并不更新作品 今天也就是8月23日 到现在一师的在某手上的作品还没有更新 结果这里却更新起来了 大家也看到了 他标题中显得是拿安卓手机打素材 而真正的一师是从来不会拿安卓手机打素材 然后又去某手找到一师家的管理员 并向他私聊 通过聊天记录我们就可以知道 现在的这个一师是假的 细心的小伙伴都会发现一师只玩某手这个平台 那么现在就可以证明 现在这里的一师是假的 有可能有的小伙伴会疑问 为什么他在这里账号还不会被封禁 各位小伙伴请你们看这条评论 你们就会知道对于这种人小伙伴直接给他来一个感人的素质三连 视频末尾欢迎各位小伙伴投稿 每期视频从关注留言点赞收藏转发的小伙伴和赞赏的小伙伴 各抽一味送注红包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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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